我們今天來到一間很特別的餐廳 它是田園餐廳 那在我身旁這位是我們的老闆 老闆你好 我們貴姓 我姓陳 姓陳陳老闆 老闆你要幫我們介紹一下整體的建築 老闆你先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 我們餐廳這個主體的建築 是一個比較歐式的四分之一圓的一個餐廳 那當初我們的構想就是希望說 營造一個不一樣的 那不像一般的所謂的建築物是方方正正的 那我們希望營造一個不一樣的空間 讓人家覺得說這個有特色 比較具有所謂的建築的特色 那我們庭園的規劃就比較像歐式的建 歐式的方面走歐洲的庭園的 對對對這種設計的模式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發呆亭 發呆亭也有它的特別的含義 是 我們一般我們接觸到的都是一個平面的 平面的 那我們把這個涼亭把它架高之後 架高之後它有 你坐在上面有種居高臨下 你的視野會比較寬廣 那你的感受也會不一樣 隨著你看到的視野不一樣 看到的東西會更不同 那接下來要摸什麼特別的東西 我看很多很多很用心的布景 包含你的擺小石頭啊 然後還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盆扇 這些我們是也是 就是說讓一般的人進來 會覺得說很貼切很心靜 對啊 對 還有一些這個是 水骨頭車 流車 這是因為營造我們這個鄉村 我們這個流車在我們早期的鄉村 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謀生的一個工地 那像隨著這個連帶的改變 那流車一般大部分都被淘汰 那我們想辦法去鄉村找到 這種同樣的 這種的 留下來的這個流車 那我們也特別去台中 請人家 請人家那個設計 做了一條那個 做了一頭這個水牛 真的喔 對對對 這個水牛 看起來是喜喜如生 看起來很逼真 看起來很逼真 哇真的是 水牛的美好 嗯是 這一棵是我們整個庭園裡面的一棵祖樹 祖樹喔 對祖樹 這一棵是赤童 赤童喔 對 赤童樹它會不會長花 會 它的花期一年分成大概三次左右 三次喔 對對對很漂亮 它開一串串的紅色的花 就是說整個開滿花的時候 整棵樹看起來是火的一片 真的喔 是幾月幾月跟幾月 嗯 大概一般都是在三月六月九月 三月六月 對對對 嗯 所以現在要看就是三月跟三月 對 好 我看到 門口前面還有風車 整個造景啊 就是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有用心 我們這邊比較特別的 嗯 我們那個 像 我們做的 做的那個 就在 那個 那個 回廊的 那個 庭關的這個 這都是用不織布 包括我們這個 水池的 那個造景就完全是用廢物利用 用不織布 我們後面那個景觀也是一樣 嗯 就 營造 用 用那種 那個 紡織廠廢料不織布 嗯 然後 混合水泥 然後調以後 那個做出來的 那就很 很逼真 嗯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帶我們到後面的 好 還有一些景觀看一下 隔壁這一片 我們在過年 要營造一個 整個 花圈 大概有兩分 第六百多品 我們現在全部種 波斯菊跟黃酒花 大概預計在 過年這段時間 會整個開花 真的 所以現在是種進去嗎 對對對 現在是種下去 過年會整個開花 對 這邊會變成花海 對對對 好 那我們看到這邊呢 這個是 好特別喔 這個是我們 做的一個 這個特殊景觀就是 好像是感覺是 一面的 房子的 正面 正面 那其實 它是空的 那只是要營造一個 那個 一個房子的一個正面 那前面這些 種子嗎 前面這個種菜 現在是種菜 現在是種菜 哦 那什麼 那種菜 有 有 對 我們自己種一些香草 一些有機蔬菜 然後也是我們餐廳可以種得到的 這個真的是 哦 很大嗎 可以種的菜 對 我看到豬了 我看到豬 我看到豬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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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為 我們最近種花下去 它都會咬那個花 咬那個花 所以本來都是放了 讓它再到處走 它是不是本來 本來是迷你豬 然後變成這麼大隻 沒有所謂迷你豬 這個豬都一定會養得很大 啊 不然也吃菜就對了 對 它什麼都吃 它叫什麼名字 范范 范范喔 你也知道它叫范范 范范 范范 對范范 我像你 來來來 小燦 姐姐叫你 你看你去跟 要幫你拍片子 你怎麼知道它叫做范范 你常常來嗎 爸 這邊也很適合 小朋友家庭的聚會 小朋友都會跑來跑去 這片是叫做會呼吸的地 那一般很多人會很奇怪 那根據我們那個建築上來講的話 如果這塊地啊 你整個敷水泥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 把這塊地換水泥來 因為太老了 不會再有任何的植物 那因為我們用那個廢物利用 用那個鋪鋪鋪鋪的步驟 那它水還會滲透下去 所以說這塊地啊 並沒有完全死掉 它還是會有負心的 還會長一些脂肪出來 對 那我們另外就是說 這個很特別就是 我們從野柳 特別搬回來一座鋪王頭 搬回來 對 因為野柳的鋪王頭 是早晚一定脖子會斷掉 那我們這座鋪王頭 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 脖子不會斷掉 從來有搬回來 對 從來 那它的 它的材質 它的材質是 下面是一般的 我們的不知故 上面是完全用棉花 用棉花 用棉花把它 然後為了營造它用個 岩石的分石狀 用棉花 用手中 一塊在眼上 所以不用到野柳 對 不用到野柳就可以看到女王頭 太美感到女王頭 對對 好強 而且它很厲害 非常非常厲害 謝謝 那我們這個 這一座的角觀 是三層樓 就是完全營造一個 那種山洞的 山洞的角形 然後上面就是關注我 嗯 啊要去 啊要去 對對對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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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特別喔 真的好特別喔 這個 這個 因為我們在我們國內那邊 有很多件 很多件 因為它的 使用這個材質 跟它的印度 那一般人來講 如果說你用 營造一個假山 假山的話 你用那個石頭的話 第一個 重量 嗯 第二個 那個費用非常高 好那這個 這個是比較經濟的 那個費用不高 然後第二個 它很好做 好那我現在上去看 我可以看 好 不是像想像的 好像 你的股很軟 它都非常堅硬 嗯 就你做出來的效果 就跟石頭一樣 嗯 哇這裡面是 就是我們講 營造一個那種 意思是山洞的 山洞欸 山洞的一個造型 哇 今天大家都來到 北港的山洞 好香喔 好香喔 那這個而且是 冬暖夏涼 冬暖夏涼 哇 冬暖夏涼 哇 這邊走出去 是哪裡 沒有啊 走出去 這個兩邊都可以通 大家可以上山 還可以上山喔 山洞 要怎麼上去 走這邊 哇 天外有天 小心喔 小心喔 好 要喝起來嗎 好 我們這邊餐廳的制高點 可以看到這個 好棒喔 好棒喔 另外一個我們餐廳的特色就是 就是我們 你們會發現我們餐廳沒有蓋圍牆 真的耶 沒有蓋圍牆 完全沒有蓋圍牆 沒有蓋圍牆的用力呢 就是說 第一個我們是 希望營造一個開放的空間 讓人家覺得說 你不管從哪裡都看得到 看得到 如果說你跟圍牆蓋起來的話 就是你自己享受 你就不會是屬於自己享受 那我們沒有蓋圍牆就是說 你走在外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這裡面 剛剛那個小朋友已經跑到現在位置 真的感覺非常非常的棒 這個完全就是 我們 補合我們的餐廳的 當初的 訂的這個名稱 田園祕 就是希望能 營造我們這個田園的風光 然後也希望來這邊的人 能夠覺得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不管是用餐 或者是我們來這邊聊天 都可以做一個休閒的享受 感覺很好喔 真的是 夕陽這樣子 西藏 都會微風徐徐 感覺特別讚 好 謝謝喔 鈴鐵 然後 你